您了解自己的体质吗 台中利夫博物馆与国美馆合作 设计给日常的书心处方小游戏 将中医问诊与AI浓缩成了20题的关键问答 可以检测出9大类体质 并且还提供养生小帖子 让民众可以自己抓药 带回专属的茶包去味养生 翻开值班小抽屉仿佛来到中药行 利夫博物馆与国美馆合作 在大厅中央设计体质检测游戏 DIY专属养生小茶包 问句的话可能到60几题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它简化 那当然简化它必须要找出它的关键的问句 那甚至最后呢 我们也结合了AI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对比 来找出最好的一个方式 让民众再回答三四个问题 就可以知道大概自己可能的体质是什么 比以前来说单纯的药材 单纯的吃药来说 好很多而且好玩很多 更认识自己的感觉 然后顺便发现中医的一些 可以普及推广的部分 检疫中医体质检测 学生们都超有兴趣 是否时常感到疲倦 闷失手脚冰冷 翻一翻跟着指引 找到自己的体质倾向 阴需阳需还是气欲 结果出炉 拿着小黄铁找到自己的养生配方 几池几条按照指示放入茶包 三十九中药材搭配成九种体质 适合饮用的专属养生茶 简单步骤大功告成 透过这样的一个游戏 可以让患者知道说 你的体质是什么 那不是说人家跟你说 这个药材很好 你就帮我去喝 你可能会去问一下 我这个体质我适合吗 我阴需体质 我适合你的这种食物汤吗 主要就是说 让这样的一个养生的观念 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 简单小游戏 让中医养生更亲民 不仅喝的健康 也补得到位 感谢观看